如文医生特邀专家赵小兰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妇产科副研究员 如果说是宫内运 你明确了排除宫外运了 那么你就要观察 胚胎发育是否有异常 有没有胚胎停止发育的可能性 那么如果确定是宫内运 而且胚胎还存活运通低 那这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 不是用食物来补运通 因为任何一种食物 它都不含有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运通 虽然说某些食物 间接地可以改善卵巢的功能 但实际上它是没有这种作用的 而且它这种作用的效率也太低 所以一旦发现怀孕以后运通低的话 那么我们首先考虑用药来补充运通 而不是食物 那时候选一般用天然的黄体通